深受年轻世代欢迎的政坛行男陷入了苦战 而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 目前的民调些微落后 长达21年的强人统治恐怕也到了尽头 而流亡海外的前总理戴克欣的小女儿 这回披挂上阵被认为是替老爸复仇 带着身孕打选战5月1号生下儿子后又继续跑行程 喊话要获得压倒性胜利 有如追星演唱会现场受年轻世代欢迎的 42岁前进党党主席皮塔 拥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双硕士高学历 他誓言改变泰国的未来 主张废除冒犯君主罪 他多次抱着女儿一起拉票 展现好爸爸形象 预估这次共有330万年龄介于18到22岁的首头组 外媒认为此次大选泰国政坛可能变天 另一边土耳其大选依账权21年的 现任总统艾尔段苦拼连任 反对派联盟推举的74岁基里达欧鲁很可能胜选 他曾步行25天450公里抗议司法不公 被当地媒体称作土耳其干地 他喊话如果当选将修复与欧洲关系 并在俄乌战争上靠拢西方立场 为了旧选情 艾尔段宣布为70万公布门员工加薪45% 然而民调还是基里达欧鲁略为领先 但两人都不过半 可能将在28号进入第二轮决选 记得综合吧